OK,這個單元呢,我們要跟各位介紹一下二階的離同濾波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在八之一的時候我們提過 紅色這個線是一個極點時候它的濾波器 這邊看起來呢,它的放大倍率呢,隨著頻率遞減的速度比較慢一點 那如果是理想的話呢,它直接遞減的速度很快 它直接這樣遞減下來 那這一個呢,是一階,那一階的話呢,它的斜率是-20dB 藍色這一個呢,是所謂的二階,那它是-40dB 它的斜率呢,又稍微再高一點,那三階的話呢,是-60dB 所以,這個如果你的極點就是接速越高 那麼,行為呢,就會比較接近理想的濾波器 那這個也是一樣,我們在八之一有提到說 這是一個有三個頻率,1Hz,10Hz,跟60Hz的訊號 那如果你是用理想的一個低通濾波器的話 那10Hz跟這個60Hz的訊號完全被濾減 那如果你用一階低通的話,因為呢,它這個放大倍率呢,不會瞬間變成0 然後它會慢慢的變小,然後變小的幅度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呢,會有一些高頻的訊號被殘留下來 那如果我改用二階低通的話呢,它可以濾得更乾淨一點 就是本身這個10Hz的,這個正乎又變得更小了 然後呢,這個60Hz呢,幾乎完全被消滅 所以,二階低通濾波器它的行為,濾波行為會比一階的低通濾波器 它的行為會好一些 好,這是二階濾波器它的這個轉移函數 那基本上呢,它是S平方加 Omega0除以Q 然後S加上Omega0的平方 然後上面是HDM,Omega0的平方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這個有兩個極點 它有兩個極點 OK,所以它是二階 然後呢,它的分母呢,跟S無關 所以它沒有任何零點 它有兩個極點,然後沒有零點 然後我們定義幾個 這個 那個頻率 第一個,OmegaMax 什麼叫OmegaMax呢? 就是它的放大倍率最高的時候叫OmegaMax 然後呢,什麼叫OmegaP呢? 就是這個分母等於0 也就是在算它的極點 分母等於0的時候 算出來的這個 這個Omega 然後Omega0呢 是沒有阻尼的時候 也就是說這個Q這一項是無窮大的時候 沒有阻尼時候的小頻率 OK 然後OmegaH 稱之為3dB Frequency OmegaH是3dB Frequency 所以這次H0除以更加2 OK OK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呢 我把S帶J Omega 然後取它絕對值呢 那麼分母呢 就會變成這個式子 那我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把這個展開 然後呢,再把H0整個除下來 會得到這個式子 會得到這個式子 好 那 你會讓它產生一個峰值 就是 有一個這樣高起來的地方 產生峰值呢 就是 這一項 要大於0 好 這一項要大於0 那這一項大於0呢 就是因為呢 它會怎麼樣 這整個這個地方呢 它就會變成 所謂 如果等於這個分母等於0的話 它會產生所謂公二虛根的情況 那它就會產生一個峰值出來 好 那最後呢 這個Q呢 就是大於跟它的分析 Q大於跟它的分析 Q大於跟它的分析 好 那我們要去算 如果我要算 Omega在什麼時候 然後 HjOmega是最大的 就是 我要算這一個 OmegaMax 要找它的最大值 那找最大值 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 令它的斜率等於0 就是一階微分等於0 最大值的這個 微分一定等於0 那你把 這個東西呢 做一個微分 這是把 HjOmega 拿這個東西出來 做微分 你會得到這個式子 然後因為它要等於0 所以 你就會得到這個東西要等於0 那做一個整理 做一個整理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這一個 這兩個要相等 這兩個要相等 然後 最後呢 你就會發現說 這時候 所得到的 Omega 就是 這個OmegaMesh 就是 這個 HjOmega 的微分 等於0的時候 這叫 這個Omega的Mesh 它就會等於 Omega0 根號的1-2 2的Q平方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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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 Omega2Mesh 好 接下來我們要找 OmegaP 就是 極點的小頻率 那極點的小頻率呢 就是 這個是 二接濾波器它的分母 然後 基本上就是算它的極點 就是算它的S 那這個S呢 就是等於什麼 這個 負的2A分之B嘛 負 所以是 負的2分之 然後Omega0 除以Q 然後 加減J 然後B平方-4AC OK B平方-4AC 所以 就是 Omega0 除以Q的平方 減掉 4倍的 這個 1 乘以Omega0 好 那你把它整理一下 就會變成這個 會變成這個式子 這個 這個式子呢 我就不詳細推導了 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 S平方加 A S加 B 等於0的話 或者是 A S平方加 BS加 C A S平方加 BS加 C等於0 那S就等於 用這個 B平方-4AC P OK 來做 那 因為 這個東西小於0嘛 所以你會變成 J 然後4AC-B平方 那麼 基本上你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好 那 這個地方呢 這就是我們的極點 虛部的地方就是我們的極點 所以呢 OmegaP呢 就是等於Omega0 然後1-2Q分之1的平方 就是4Q平方分之1 這就是極點的角頻率 極點的角頻率 就是整個這個S它的虛部 它的虛部 就所謂的極點的角頻率 好 那 我們會發現呢 Omega0其實是最大的 Omega0是最大的 Omegaメシマ一定會小於Omega0 然後呢 這個 OmegaP呢 因為OmegaP是1-4Q分之1嘛 然後呢 Omegaメシマ是1-2Q分之1嘛 所以OmegaP呢 又會比Omegaメシマ來的大 好 所以 各位就可以發現說 這就是Omegaメシマ 這是 這是極點 OmegaP 然後這是Omega0 好 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是 Omega的H 就是3dB Frequency 3dB Frequency就是 你帶它進去之後 它會等於 跟它二分之一的H點 所以你把它帶進去呢 把它帶到這個式子裡面 在這個式子裡面呢 你要讓它等於 跟它二分之一的H OK 就是Omega等於OmegaH的話 Omega等於OmegaH的話 會等於跟它二分之H點 好 把它帶進來呢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然後 把它一項整理一下 你就會等 得到這一個等於0 那 OmegaH就會等於 這一個式子 就會等於這個式子 好 那根據這個式子呢 你就可以發現說 如果Q 恰恰好是 跟它二分之一的話 那這時候呢 你會得到 OmegaH的四次減 Omega0的四次等於0 那麼 OmegaH就等於 Omega0 Q等於跟它二分之一 好 那如果Q等於二分之一的時候呢 它 它 是重根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一個式子 Q等於二分之一的時候 這是四分之一嘛 2乘以四分之一就是2 所以 2減1 底下就是2 所以 中間這一項就是2 那你就會得到一個重根 你會得到這個 如果Q等於二分之一的話 你會得到 Omega Omega0的四次 加2 Omega Omega0的 平方加1 對不對 12 係數是121嘛 所以它就是重根 好 那重根的時候呢 你會得到 OmegaH呢 會等於 Omega0除以根號的 根號2加1 這一個是重根的時候 這兩個特別的 例子的時候 那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呢 Q小於等於 跟它二分之一 我們剛剛講 Q大於跟它二分之一的時候 會有峰值 會有一個峰值出現 它的二階響應 會有一個峰值突出來 那麼如果Q小於等於二分之一的時候呢 它就會是一個平坦的響應 平坦的響應 就是它不會有峰值翹起來 OK 那 當Q呢 等於跟它二分之一的時候 它可以得到一個最大的 一個平坦的響應 然後呢 這時候呢 OmegaH就是Omega0 OmegaH跟Omega0 就 同時產生了 那 如果Q等於跟它二分之一的時候呢 它不會有峰值 不會有峰值 那麼 這個OmegaH呢 會小於Omega0 我們大概 記得這幾個概念 這樣就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二階的被動 這個 二階的低通濾波器 二階的低通濾波器呢 基本上要有R跟C R跟C 那 這邊的話呢 這是C分之一 這是Ls 所以 這個地方先並聯 這個地方並聯 那並聯的話 就是R 乘以 C分之一 然後 R加 C分之一 OK 好 然後呢 這是Ls 所以 VO對 VI VO 對 VI 就等於 Ls 說錯了 這兩個串連 Ls 加上 R乘以 C分之一 R加 C分之一 OK 然後呢 分之 R乘以 C分之一 R加 C分之一 好 那你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 上下 各乘以 R加 C分之一 然後 做一下整理 你就會得到 這個 這個整理的過程 我就不講了 基本上就是 你先把電容 把它變成 這一個 C分之一 電感變成Ls 然後呢 這個並聯先做 然後再用分壓 就可以做出來 好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什麼 這個的話 Om0 的平方 就是 L C分之一 然後呢 再看一下 標準形式 Om0 0 除以 Q 就等於 R C分之一 好 所以 Q呢 也可以算得出來 Q也可以算得出來 好 另外呢 如果說 你要用 這個 OP 來做一個 所謂的 2接的低通濾波器的話 你可以用 所謂的 7Key的 低通濾波器 那 基本上呢 它還是一樣 有點像是一個 這個 非反向放大器 有一個回收電阻 RA 跟一個 這個 RB接地電阻 然後呢 這裡的電容 這裡有 兩個電容 兩組 RC電容 那 其中一個呢 這個電容呢 必須要進行一個回收的動作 那這個東西呢 這樣子做的話 會形成 一個低通濾波器 那這邊呢 因為這個推導的過程 我想我就不去做了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看一下 參考一下我們的推導過程 我們只看最後的結果 最後結果 如果你的這個 R1 R2 RA RB 都等於R 然後C1 C2都選C的話 那麼你的VO2VI 就會得到 這樣一個式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Omega0呢 就等於 Rc分之一 會等於Rc分之一 好 OK 那這個呢 是我們的二階的 低通濾波器